哈喽,男人们大家好 炎炎的夏季气温越来越高 我这里已然达到了34度 是一个挺热的一个气候 那对于养男爱好者而言 在炎炎的夏季赏花闻香 怎么可能扫得了贱男的身影呢 那今天我从原子里面挑了几颗带花剑的贱男品种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些只是我挑出来的一小部分 还有一些品种也陆陆续续来花了 那么今天给据为这几个品种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有几个品种散花了 这个的话是贱男品种 红山凉带了一个花剑 花开的话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红花三星 而且这个品种新娘发出来的话 是有带一个非常好看一个鲜明蜜 也就是说猪形也是蛮飘逸的 那么在无花的时候可以赏它的一个鲜明蜜 有花时候赏花 那接着来第二款 看一下 这个的话是贱男的八大名品之首的夏黄梅 夏黄梅这个品种是公认的开花机器 也有两个苗子带了一个花剑 拔这么高 它这个品种如果说你养护得好的话 一年三个四次花那也不是什么问题的 就是说上芽率会低一点 毕竟它比较勤花嘛 营养都供到花那边去的 所以说长芽率的话会比贱男其他品种 长芽率的话会低一些 还有这一个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的话是贱男的八大名品之一的 菌和花苞打在这里了 这边的话带了一个花苞 这一组苗子比较多苗 菌和它这个品种正格合半 又香 然后又好养 一年上花的话 两次应该是比较少的一个估计了 如果养得好的话应该会三次左右 这个话是红衣品 它也是贱男八大名品之一的一个品种 开的是一个红花美半的一个开品 那它株形叶材是比较的小巧一些 是属于一种偏细叶型的 叶宽大概在一厘米左右 那么叶长大概就在30厘米左右这样子 是比较中等株形叶材吧 在贱男里面 来蝉虫梅 蝉虫梅这一组花有带两个花 你们看一下 贱男的品种 蝉虫梅 是开了一个煤瓣花 那么它这个品 这个品种的特点就在它的中宫 在贱男里面 应该属它的中宫 是最为硕大的 俗称无敌中宫 开的是一个煤瓣花 还有绿玉牡丹 绿玉牡丹从株形叶材来看的话 是比较的高调一点 然后带了两个花件在这里 一杆双花 开的是一个牡丹型的齐花 出价 齐花相对于其他品种的正常扮型的话 香气更加的浓郁一些 如果喜欢齐花 喜欢闻香的蓝油 可以选择 这个的话是一个非常好辨认的 一个健男的品种 残月打磨 癌种的 夜长的话就差不多 没有我手指高 比我手掌还小 看到了吗 残月打磨 放在办公室 或者是放在暗台上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一个花件在这里 它这个品种还是会出价的 出价到这么高 夜长的话 大概在15到20厘米左右 那每一片叶子上面的话都会像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金边 也算是花一双全的一个品种吧 癌种 虽是癌种的 但是也是非常勤花的 那这个是鹤山彩盒 鹤山彩盒的株形叶材还是比较好辨认的 它比健男其他的株形叶材更加的垂一点 而且是属于那种半圆形的一个弧度 很飘逸的一个株形叶材 花开是核形的辐射花 也是咱们健男里面唯一的一个核形辐射花 外三半有带辐射 包括两棚也是带辐射的 这个是我们的贵妃最久 健男的品种贵妃最久 超级重的苗子 这一组的是一个4加4的结构 这个去年的话 这边母苗已经有上过花的 那么今年子苗打花了 两个苗子如头都是超级无敌 壮的一个状态 那健男的贵妃最久 健男八大红花名品之一的一个品种 因为三半有带红韵 犹如喝醉酒了贵妃的脸下 所以贵妃最久这个名称是这么得来的 足形叶材也是很好看的 贵妃最久 这个是东方红河 健男的品种东方红河 就之前跟你们讲的 它的这个的话是健男的市长红 跟健男的军和所培育得来的一个品种 开的是一个红花盒半花苞在这里 它的这个花苞外包是红色的 新娘的话也是红色的 那它这个新娘花出来也是有带鲜明义的 猪形叶材随了均和的猪形叶材 比较宽厚一些 那还有一颗是什么呢 均年天下这一颗 猪形叶材跟均和是超级无敌相了 然后有带一个花苞 它这个包衣的话 包衣尖端有一个红韵 看得到吗 它这个品种特性跟均和比较相似 就是说叶的话是比较容易长碳菌和黑斑的品种特性 所以它这个品种在管理上面的话 你们碳菌跟黑斑的药要给的清一点 那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那如果说你们家里面也有什么品种来花了 可以在评论下方跟我说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如果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品种 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